大家好,这期在显着没事干 给大家扯一扯著名的五毛 著名的史上最丑的五毛 李毅老师 李毅老师这个人 他现在已经完全疯掉了 为什么今天要说他 是因为我看到他一段视频 在那里一边吃饭一边骂 骂谁呢 骂共产党 骂习近平 我听了一遍我就笑死了 这哥们完全疯掉了 完全已经精神不能够自我控制了 已经完全是一个比席包子疯的 更厉害的这么一人 说他一直有一个伟大的事业 叫做什么 中国国际社会学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云里雾雾 你搞得挺唬人的样子 社会学就是社会学 那什么叫国际社会学 完了也还中国国际社会学 说他要搞一条大动作 说要拯救这个中国国际社会学 为这个伟大事业而奋斗 让我想起席包子的这个叫什么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而奋斗终身是不是 毛泽东当年叫什么 叫为解放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脑口大众 全球实行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个精神病患者呀 他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目标理想非常的宏大 宏大的你都听不懂 是不是 你都听不懂 不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我们什么叫正常人呢 像我就是正常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的最大理想 我就是让我老婆天天 过得舒舒服服的是不是 不被太阳晒 不被雨淋 天天躺在沙发上面 狠狠唧唧的 没有没有没 化化妆是吧 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 这辈子就过去了 哎 这是正常人 是吧 比如你是一男的 你是一父亲 我这辈子没什么理想 我就把我的儿女照顾好 让他们的那个长大成人 完了以后把父母孝顺好 这是正常人 是吧 凡是搞天大地大的宏大叙事 吓死人的理想的人 都是精神病患者 是不是 说这个你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称号 叫做 叫做什么丑男版王志安 比如说他比王志安长得丑嘛 王志安我年轻的时候 十几年前见过他 除了稍微胖一点 基本上还是有点帅哥的样子的 还行的 个子也摆 就是有点胖 他要是瘦点的话 应该是蛮走竅的一男的 但是你说这个李懿是丑男版王志安 他的确像王志安你知道吗 他是五毛嘛 但是王志安比呢 是叫做 应该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脑版王志安 新版王志安 他现在还没有被共产党抛弃呢 但是老板王志安 李懿五毛已经被共产党抛弃了 不给他发工资了 说已经给他停了八年的工资了 没钱花他又不干别的 为什么 我说这两个人之间 他是有点联系 为什么很多人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呢 他是有道理的 就是李懿当年在台湾的时候 也是胡说八道 是不是 也是大方厥词 为了舔共产党 说话不过老子 是不是 结果被台湾 就给驱逐出境了 直接把他绑到机场 给他轰走了 然后呢 王志安也是这样子的 在台湾也是胡说八道 是不是 说话不过老子 也被台湾的政府给轰出去了 然后不让他再进去了 所以他们俩是有共同特点的 为了舔土共 尤其是蹭这个台湾的热度 完了以后说话特别不过老子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这个黎更丑的 叫二大爷 那也是一个幼丑 有没有文化的一个死纳机死五毛 真的 然后完了以后天天在推特上骂台湾 真的是缺德 我就搞不清楚怎么有那么多人 还看这个王志安 看这个你 看这个二大爷 后来我问了北京的几个兄弟 他说 他说一般的你人离开中国以后吧 他就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再管中国的事情 你骂共产党你舔共产党我都没兴趣 第二种情况就是喜欢看那些骂骂共产党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被共产党收拾的 不要不要的是不是 听听有人骂骂共产党觉得解解气 完了以后看能不能吸收点信息 真的人一离开中国还舔中共的人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虽然人在美国人在日本 人在自由世界 但是你还是从土工这边领工资的 这种人他在美国 像司马南像李懿 是吧 其实他们像王瞻在日本 他们都是拿着中共的工资 完了以后呢 在海外 然后骂这个自由世界 骂台湾 骂美国 他就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这个现在土工中国的高层呢 网信班呢 他操作这种事情呢 他操作得很牛逼的 知道吧 他什么呢 他说现在他不怎么给他发工资 工资很低 几千块钱一个月 没多少钱 但是呢 他可以去扶持你成为网红 因为中国有两千万的五毛啊 是不是 两千万的五毛 他都分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啊 他是分散的 他不是集中的 所以你发动这两千万的五毛 每天晚上听王瞻 每天晚上听二大爷 是不是 但王瞻二大爷的点击率 当然就上去了嘛 而且你优管的后台 他有这个后台有计算机的嘛 有人工智能计算的嘛 他没法计算出 因为他是分散的 你如果是过度集中 比如说你一个ID上面 有他们一万个人在那里听 那王瞻肯定二话不说 就把你的号就给你封掉了 但是他是分散的 你没法弄 所以他们的点击率就上去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海外的真正的那些反共的人的点击率都不是很高的 一般般因为没有共产党在背后进行网罗扶持 他们叫网罗点击扶持 网信办稿的 不要被他们这帮孙子搞一边去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李懿和王正安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王正安主要主要是靠网罗点击扶持 所以使他成为一个新起来的一个优管的网红 完了以后李懿呢不是 李懿是拿死工资的 然后李懿被台湾人赶出来以后 他再也就没什么用了是不是就失去他的五毛的作用了 所以工程的光机一下就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工资就给停了 他没钱了是不是 哎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 不过司马兰也是司马兰在优管上面也有频道 真没几个人看都是墙外的一些个人 都是墙内的一些个五毛给他点击 但是墙内的人呢他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司马兰是个一张老脸比我还老是不是都混迹这么多年了 他说什么就那个样 但是王志安是新人 所以有很多人去捧他的厂五毛啊 他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不一样 所以你一下子就毛了啊 这两天在网上在那里骂 说自己要搞一个天注定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行动 那什么叫天注定啊 相信很多人都比我还知道清楚嘛 贾征科的一个电影是吧 一个一个一个叫什么大海 是不是拿着一杆这个猎枪 攻击攻击攻击 把当地的村支部书记包工头 煤宽的老板 是不是 房地产的开发商全都给我老袋开花 是吧 一个一个的给我死了 是不是 我他妈的自己都不想活了 我死之前 我天注定 我搞理解一下是不是 要杀向中南海 要宰了习近平 要为拯救中国国际社会学院努力奋斗 就是说明李毅他疯掉了呗 是不是 但是我说实话啊 李毅现在人应该在美国 他这个时候说这些话的话 对于他来说是个好事情 因为你不拉中共的工资了嘛 然后你就生气嘛 然后你就开始骂嘛 是不是 你说你一个土工的自己扶持起来的这么一个五毛 你这会儿要搞天注定的起义 如果是墙内的领导看见以后 那不撤离就要搞死你了吗 哎 这个东西就是福西祸西的事情 是吧 你知道土工他要搞死你 所以你绝对不会回去了 你绝对不会自投罗网 是不是 哎呀 有很多这样的二百五 心里一定要明白 你的你的价值观最终会把你搞死的 就像杨恒军 我是从来不同情他 他自己说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啊 是一个改革的力量 建设的力量 那你为什么要往中共的怀里钻呢 你如果不回去 共产党能把你抓住吗 能给你判死缓吗 那不可能 是不是 昨天我听着我们的军领兄 刘军领兄在推特上吐槽 说在东京跟几个 他当年一起从北大毕业的 都是高才生毕业的 那些个日本的教授 就是有 他有几个同学或者几个同事 过去都认识的 然后呢 学有所成 刘日 刘在日本 在日本的大学 说老师是不是 完了以后再一起吃个饭 以为相见生欢 把酒化民主 是不是 把酒化自由 把酒化保守主义 没有 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在 人在日本 但是呢 又拿土共的工资的人 所以帮土共说话 搞得牛军领特别的郁闷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有很多人他都是这样子 所以比如说他们前几天 有个北海洛大学的 有一个哥们回中国以后 就被判刑了 判了六年 很多人就不知所言 这个人默默不闻 但是他暗中在搞事啊 他拿中共的工资 所以中共利用你的时候 就让你给他干活 他如果不觉得你没用了 他就一掌拍死你 你只要一回去 就把你抓起来 说你是一间谍 你有别见吗 凡是被中共指定为间谍的人 都是吃过中共的狗粮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如果你有一天 你发现司马南也被中共拍死了 有一天发现方舟子 也被中共拍死了 有一天发现王志安 也被中共拍死了 那一定这帮孙子 过去拿了中共的钱 你拿了我的钱 完了以后 你现在又不帮我干活 你还回来 对不起 我搞死你 是不是 我把你抓进去 所以你一反而成就了他 因为他现在他人在海外 他他妈的这个什么 不给他发工资了 他生气一通臭骂 要搞天主定 是吧 他之后心里就有警觉了 我不能回去 因为我的话都说成这样了 我一回去 共产党肯定要搞死我 反而救了他 反而我觉得李毅这个人 最近的人气还上来了 因为他骂了共产党 所以不管怎么样 比如说李毅说 要打什么台湾 打台湾可以 让八千万党员先上 是吧 让公务员先上 不能让老板先上 是吧 为什么他突然说了这个话呢 是不是 前后180多大转弯呢 那是因为他不拉 共产党的狗粮呢 他的屁股就不坐在 共产党那边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是希望什么的 司马南 王志安 这帮孙子 继续 继续嗨 你继续嗨 继续加油 我跟你在背后 跟你给力 跟你加油 是不是 有一天你觉得 你终于认识到 你是党的人了 就像有杨恨君一样的 你是党的人 然后就回去 回去共产党 一张拍死你 给你判一个死缓 甚至直接把你给崩了 都有可能 谢谢